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真少年 你應該有看過工地吧 那你在工地裡面應該有看過這個東西 塔吊 每次講到工地的時候呢 你都會想起很多奇葩的新聞畫面 像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跟這個 但是呢 到底要怎麼樣做才會安全 或者是這個塔吊到底是怎麼樣長高 怎麼要倒上去的呢 一天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 營造的工地長怎麼樣嗎 而現在很多工地呢 它都可以用CCTV 或者是用許多AI的系統 好比說用人臉的辨識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今天這個人到底能不能進入你的工地 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在拍片 你哪位 欸 你是誰啊 沒有沒有 我們在拍片 你不要打擾我們拍片 拍什麼片 你要跟我說一下 我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耶 這名字是你的名字嗎 是 我的本人 吳春山 是啊 啊你 要拍一下就好嗎 要拍就好 哈囉哈囉 我可以當入境 沒有啦 你要入境嗎 對 因為入境要說過 說過不行 沒有啦 我不是要說過 我是要 說這個人 要跟我來工地 我先算入境一下就不行 可以啊 好這樣喔 這麼麻煩你 我們放兩片尾才不行 那沒關係啦 那沒關係啦 在工地或者是營造的現場裡面 你很常會看到吊車 有一種呢 吊車就是一邊走一邊跑的那種 另外一種就是一種叫塔吊 但是呢 塔吊它其實是有一個 官方的真正說法 法規上稱為塔吊 稱叫做固定式起重機 那吊車叫什麼呢 移動式 移動式起重機 什麼叫固定式起重機呢 就是在特定的場所使用動力將貨物吊升 並且將它水平搬運到目的地的機械裝置 這個東西我們就稱之為叫做固定式起重機 那通常拿來吊什麼呢 通常我們拿來吊建材啊 吊板膜啊 或者是吊一些鋼筋啊 或者是 偶爾在吊垃圾 然後呢 你在許多工地上面都會看到塔吊 但是呢 塔吊它其實有分兩種形式 一種叫水平式的 一種叫撫養式的 那兩個功能是不太一樣的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撫養式的 撫養式的好處呢 就是它吊臂可以上下起伏 它能夠充分的發揮起重吊臂的有效高度 構造非常簡單 但是吊臂最小的幅度 它只能被限制在最大幅度的30%左右而已 那水平式它的形狀類似十字型或者是T字型 它的機身轉動的穩定性非常的高 非常適合多台塔吊同時交叉作業 那很多人都在網路上問說 到底這個東西它是怎麼樣從裡面往上升的呢 那我們就進去現場看看吧 Let's go 我小時候真的做過利民的工地 好像點工 我剛剛應該跟董事長講 我們其實都是已經 那個時候已經很小 我們是人力包啦 就是已經是很小的那種 那個時候抽乾的錢也不干它的事 有沒有喝酒 沒有 沒事 關心你一下 他肚子笑耶 我跟你講這個畫面喔 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 這個咧 就是塔吊的下半身 它現在正在爬升當中 它其實是從裡面慢慢長高長上去的 當天你的房子越蓋越高的時候 你的塔吊就會越蓋越高 這個時候呢你就要把它分成兩種結構去分析 它如何去菜裝跟如何去組合的 首先第一種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或者是比較常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叫外爬式 也就是喔 它呢會在建築物的外面 它依照你的建築物這邊有個房子 它會這樣一直蓋起來 外爬式的側點呢就是它本身自己可以自己升高 也就是說呢 當它今天要多增加一結的時候呢 它可以把它的這一段 然後從這邊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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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來這這這這掉掉過來 然後在裡面然後讓它自己長高 再長高一階 然後再長高一階 所以咧外爬式就是當你的建築物越高的時候 它呢就會越大越高越大越高 假設你今天如果要蓋一個30層樓的房子 那它就整個總長度外爬式就會超過30層 所以呢當你的大樓蓋得越高的時候 你的檢點就會越來越多 你的重量就會越來越重 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當建築大樓已經蓋好了 那你要拆的時候呢 你就從外面把它包包包包一結結 從外面拆掉就好 會比較好拆 那今天呢我們看了這種叫做內爬式 長這樣 那內爬式的什麼解釋呢 你一樣可以拿出這一支 但是呢 你就可以把下面這一段 然後想像把它去掉 它的這個整個長度呢 叫Tor T-O-W-E-R Tor 爬住 然後呢它內爬式的跟外爬式的差別就是 內爬式的這一段它是不會動的 那你現在看到後面這個樣子 黃色的那一條 它其實就是它的倒軌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油壓升桿 那油壓桿呢就在升場的時候 旁邊的這個卡槽呢 它就會卡出來 卡在這個位置 等於卡住了之後呢 再上一階 再卡一階 再升一階 再卡一階 我來講個另外一般人 都應該能夠懂得到 你有沒有爬過那個單槓 爬單槓的時候啊 是不是要先用兩隻腳夾住 然後手往上爬 往上爬之後 再兩隻手抓住抓緊嘛 然後兩隻腳再往上夾嘛 對不對 那它一開始會放在二樓 然後之後呢 把它爬到五樓 它都爬到八樓 就一路往上爬 所以呢 內爬式會這樣子 你可以先把它裝在二樓 然後夾五樓 就二夾五 然後下一次升的時候呢 就是五夾八 然後一路呢 升到八夾十一 然後十一夾十四 就一路一節一節往上蓋 所以當你這個大樓啊 它能蓋到二十樓啊 蓋到二十幾樓的時候 它裡面的這一段 其實它沒有增加的 它就是一直往上往上往上 之後它原本的地 就把它填起來 就會變成樓板啦 那一樣 那內爬式怎麼拆呢 要拆的時候 整個房子已經蓋完了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屋頂的地方 設一個中型 中型的時候可以拆大的 把大的拆完之後呢 你是不是就有空間了 就突然這空間就出來了嘛 因為大的拆掉了嘛 這一段就空間就出來了 所以呢 再把它裝個小的 再把中的拆了 然後把它掉下去 最後呢 再一路換到 人力可以搬的大小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大換中換小 然後小換人 然後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像上次台中的那個事情 就是在大換小的時候掉下來 另外一種呢 就是用吊車 像今天這一場 我們的腹地夠大 旁邊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吊車 把它吊下來 那大的吊車去哪邊叫呢 我們上一集有拍 找他叫 哈哈哈哈 讚啦 聽起來完美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缺點 就是你剛剛想一下喔 像我們這種符合公安的人 每次我們裝一個塔 甚至你就要重新申請一次 要有牌嘛 要有罩 然後呢 申請完之後 把這個拆掉 再換一個上去的時候 它又要有牌嘛 又要罩嘛 要申請一次 所以你每次拆一個 拆一個 拆一個 第二一個 你的工期是不是就拉很長 工地最怕什麼 時間拖太長 時間拖越長 風險就越高 時間拖越長 那就越多可能會 花越多錢 對 就花越多錢 最怕的就是花越多錢 所以說喔 選擇比努力重要 這段話在營造業裡面 基本上 就是一個中流砥柱的一具原則 但是你有沒有這個智慧 做出這個選擇 那就很難了 所以就平常要多讀書 你知道嗎 童小學工業 長大賺大錢 當你說選對了 你省下來是幾百萬 甚至如果比較大廠 是幾千萬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說心臟大顆 你想要賭 你想要衝 出事了 我跟你講他賠幾億喔 你知道一照現賽 吊塔 還有他的吊聲賀重的性能 他只要在三噸以上 他就算是危險性機械 不過他們就有重新要給你的修法 未來工地可能他就不分你的吊聲賀重 全面他都納入危險性機械裡面 所以都一樣要檢查合格才可以用 既然這個危險性機械 那基本上他就一定要有證照 為什麼要有證照呢 因為有證照價錢才會高啊 你知道其實塔吊的人員 他的薪水一個月大概是有六位數 但是這種工作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有些人光是爬上去腳就會軟掉 那上去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帶大家上去看一下吧 所以你要操作這種危險性機械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般人能夠操作的 基本上呢你就要有符合這三項 一機三陣 也就是說呢當你要操作吊掛作業的時候 首先你要有起重機的檢查合格證 就是這個起重機到底合不合格 然後第二個就是操作人員的合格證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吊掛人員的合格證 但是呢塔吊跟我一般的吊車 又差在於有另外一個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從早上拍的時候到現在 它下面的鋼構 這個鋼構在組裝的時候呢 它需要有一個鋼構組配的作業主管 跟一般吊車移動式的吊掛機械是不太一樣 所以就以塔吊的作業來說呢 你又會再另外多一張這個證照 那基本上你如果沒有這些證照 那就是危險 危險就罰錢 但是當然大家都很討厭罰錢這件事情 不過為什麼要罰錢 基本上就是保護你的安全 就希望你注意 小心喔 如果你不這麼做的話 你會被罰款喔 所以麻煩你在工作的時候 小心一點注意一點 才不會因為你的一個小失誤 然後害了人家整個工程岩百 像我啊 就是因為上次那個摔下來 他的公司的分公司的小包 有一個工作是剛好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已經被延誤五年了 他因為他掉下來之後呢 我現在延到第八年我才能夠去裝 是不是很不爽 超不爽 那講到底 到底一般人民眾百姓 或者是你在地方一樣從事工地的工作人員 你要怎麼樣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是危險的 什麼樣是安全的 請問像颱風天這樣子旋轉是危險的嗎 危險 錯這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呢其實在颱風天的時候 他怕那個強風的硬力去把他的結構吹斷 所以其實在颱風的時候像摩天輪 你就要把剎車放掉 讓他去旋轉 好那第二個看這個現場 請問現在 他明明沒有要掉東西 但是卻把一根鋼狗掉在外面 這個是危險的嗎 危險 你覺得危險他敢讓我拍嗎 不危險 他在長高的時候其實 吊塔後面有配裝塊 所以他如果前面沒有掉東西的時候 他就後面會太重 所以他掉這根的目的呢 是為了要平衡 但是你看這根下面有人嗎 沒有吧 沒有 那就安全了 所以不管是吊車還是固定式的吊塔 只要有在吊東西 你的下面就是不能要有人 有沒有看到標準的 你是不是很少聽到有人在吊的時候會逼 大家都懶 大家連呼吸吹口套都懶 你知道嗎 但是我最標準 就我沒有叫他們演 是他們剛好在吊這件事 下一道題目 那請問 這樣子直接吊合法嗎 肯定合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裡 你說我們在這邊 他一定是合法來讓我拍對不對 沒錯 我跟你講你剛剛沒有注意到我的問題 這樣子直接吊合法嗎 不合法 像這種散裝的東西 材料啊 或是肉麻梯啊 你在吊在中間一半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全部都固定住的 但是如果放在這裡 鋼筋吊龍 這樣子才是合法 因為你知道今年的二月 就是才有人自己做吊勾 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鋼筋廠他們出來 都自己旁邊做個小吊人 然後勾著那個 然後東西從上面散下來 插死一個移工 辛辛苦苦離鄉背景 來台灣工作 結果必然被一個東西插死 太可憐了 這種吊龍最好還就附一個 結構分析計算書 這樣才不會像是有一些工廠有沒有 鐵桶 旁邊打兩個洞直接吊 其實都是不合法 你可以兼取它 另外塔吊呢 它有兩個主要的危害 一個是操作面的 一個是結構面 操作面 之前我們在吊車的這一集 其實有很多結構是非常相像的 大家可以有興趣回上去看 結構面呢 這個時候你只要發現幾個問題的時候 你在工地裡面就要趕快跑 因為這就是結構速的問題 像這樣 像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螺絲 上面有沒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看不到對不對 去拍 當你今天在那個工地 你會發現你的塔吊 這個螺絲的線 它已經對不上了 或者是它明明要兩顆螺絲 跟它原本設計的不一樣 它少了一顆的時候 那就很嚴重了 或者是一些防止鬆脫的開口 恰好沒有差啊 根本就是一片板裡面 明明有12個洞 結果裡面只有10顆螺絲啊 這種其實都是很危險 有些人會把上一個暗場的螺絲 放到下一個暗場用 其實這也是不對的 因為很多的意外 都是因為這種很小的舉動 然後最後整個結構破壞掉 然後整個倒下來 像這裡高雄那也是 而另外呢 這就是起重機的旋轉盤斷裂 主要是因為它長期反覆的受力 導致金屬疲勞而產生看不見的裂痕跟瑕疵 所以一定要長期的定期保養 或者是可以進行非破壞的檢測 你才能夠確保安全 那為什麼螺絲上面會有那條線呢 會有那個痕跡呢 請看我們以前拍過的螺絲到底應該怎麼鎖 這一集 當你上過扭力板手 把這個螺絲鎖上去了之後呢 我們會畫一條線做為一個記號 那這個記號在沒有跑掉之前 就代表說它還是維持這個狀態 如果這個記號已經跑掉了 就代表有可能是因為震動啊導致鬆脫 或者是有人手針啊去把它搬掉 或者是靈異事件 那就很懸喔 所以其實說到底啊 一個工人就可以摧毀掉整個工地 不然你以為鐵達尼號這麼大的東西 它為什麼會沉下去 就是因為螺絲被弄鬆了 結果一個人弄鬆了 然後螺絲會影響結構嘛 結構的時候你就要談論到什麼 就是側撐設計 你知道在我們這集裡面總共拍了兩個暗場 要拍了好幾天 那另外一個暗場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裡面的側撐的設計 就是通常在一個塔掉的現場 它的側撐設計一定要跟你的這張設計圖是一樣 不管是內結構還是外結構 它每次在爬升的時候 你知道中間不是會有一個主意為期間 他們稱之為自由端 在自由端的那個時候 當它飛得越高的時候 你自由端的時間越長就越危險 掉塔的爬升的時候 它為什麼在哪一層樓就是一定要支撐 哪一層樓就一定要固定 一個人太自由的時候怎樣 就想飛了 想飛的時候 那就會掉下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大家不要貪快 你就是要乖乖照著結構計時裡面給你的土 你在哪一層樓你應該要做側撐固定 你就是要做側撐固定 所以說你看翻過來 它在設計的時候 你就要位於4、7、10、13 這三個地方 然後你就要去做支撐 你知道如果你期待以後 未來AI的時代 你就是拿個手機 然後拍照片 拍上去的時候 就說哪邊需要做支撐 它就可以幫你算出來 然後現在當然有些軟體 可以幫你校正驗算 可以算出這個地方支撐力 這個地方的結構 這個地方的材料係數 但是你看到最近大家都在 你AI也AI 其實以後這個很多的系統都已經慢慢導入到營造業 或者是工業行業裡面 總而言之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輔助 跟做這麼多的計算 它其實都是為了什麼 就為了安全 所以今天呢 就算你是一個做營造的小小小工人 這個塔吊的危害 其實都跟你息息相關的 你知道在塔吊上面 不只有結構的危害 然後還有操作上面的危害 但是呢 所有的公安裡面 最常發生機率的死傷事件 那就是墜落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勞動部的直安署 他們就稱為叫墜落打擊年 那你到今年叫什麼吧 一樣是墜落打擊年 繼續打擊 因為墜落這個案件 實在是發生的機率太高了 不管是中間有東西掉下來啊 或者是人在施工的時候 人掉下去啊 墜落下去 那都有可能會造成很多人的傷亡跟危害 所以我們在塔吊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人員墜落的問題 所以在合法合規的案場呢 基本上你都要有欄杆 還有安全通道 這樣子才可以保護大家不要掉下去 這個也很鼓勵很多年輕人來做 你知道當越多人 不想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那你來做 這個待遇就越好 心情就越高啊 而且我覺得營造是一個 不管在世界各地 你永遠都是需要做的工作 個人算是蠻喜歡的 所以你看 安全如果做得好的話 今天又是開開心心 平安下班的一天 那營造 它本身就是一種各種專業體 的一個大整合 所以呢 選多啊 不管在日本啊 的廠商啊 還是在國外的很多廠商 他們在開始開會之前 或開始施工之前 他們都會直接找 建築師、承攬商、吊車單位 就全部的人一起先開會 開完會之後 然後再開始施工 像台東的國家割劇院啊 就是 它也是在行前之前 然後就有很多人先集合 然後一起討論一下 怎麼樣把這工法蓋得更好 欸? 對我啊? 對你啊 台東割劇院 哦是是是是 那些割劇院啊 你現在台中雞蛋啊 那最壞去的都我去的 都你去的 對對對 我對工庭的安全 非常重視 因為跟工庭 就是最重要的 安全、平安 在那時候 我有一個那個 工具箱會議 嗯 要求工的人 我有一個平衡務 給他走 包括我的感動都要 你從事 吃空飲料 對對對 你如果之前是可以 有飲料酒有宿醉 我就給你酒廁 酒廁 如果不去 我就不可以讓你上公 你搬工庭最怕的就是墜落 對對 你這補丟致搬下去最多 我的工庭 那白天都180度鑊 對 萬一真的不信不信有人跌倒 他也不會穿刺 所以工庭每一項按照 我都顧得很舒適的 我希望每一個人 在工庭 快快落落出門 翻翻 我們回家 這是我的正義 想不到 你到現在這個二歲 也是都會來幹工 我隨時都在看我的工庭 我公司有CCTV 有很多警察 我的重點就是 全員公安 全員注意安全 是 這是我們立民營造 始終堅持的 立民營造 你講出來 你講出來 發票拿來 要講公告費 公司喔 我們公司是這樣幾點 當事長說自己的名字 那就是要收廣告費 收廣告費我們就開發票 開發票的時候 後果的我們就要簽款 就是你如果說 我的工庭我沒有幫你收 是不是趴樓去 我是這個安全選手 每一個人都要中時安全 好 這樣喔 感謝你 這樣 兩天我小弟有一個希望 兩天你如果有時間 因為歌劇院 大家都知道是頒蓋的 對 但是都沒有人說是怎樣頒蓋 那你如果有營的時候 對 有時候你有營的時候 看能夠帶我們這些年輕人 隨時反應 我早期介紹得很清楚 了解說這個 以前說 第九個最難蓋的地標 是怎麼蓋起來 像我們在蓋台中歌劇院的時候 都請專業的人來負責 專業才能確保安全 安全才能讓專業有價值 對 有機會你也能來詮問Podcast 這小問題啦 真的嗎 你如果要跟我們邀請我就很高興 真的嗎 謝謝老師 謝謝今天 我也很高興 謝謝 謝謝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超認真少年 感謝台中市老姐處 提供我們相關的法案 可以用一集告訴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來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跟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支持我們 拍出更多有趣 更多公安內容 還有更多 關於建設啊 工業啊 的許多頻道的各種影片 那個阿伯 又進去了 那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我跟你講 你看喔 你看大家走路腳的方式 就知道誰常在走工地 誰比較不常走 走工地喔 有個小技巧 就是喔 你腳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動的時候 有人就很容易這樣翻嘛 就很容易扭到腳 危險 所以你要橫著走 對你的腳跟它呈現十字面 要橫著走 阿如果要側面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樣 這樣子 沒有 像這樣 欸有沒有 這樣走來就很順